那今天咱们书馆讲什么故事呢 今天咱们书馆啊 继续讲打仗的故事 对啊 这准戈尔韩国的大将军 大曾灵敦多布 入侵拉萨 这故事不是还没讲完吗 咱们今天呢 接着讲 这闲言勾开之后啊 咱们就要输归正专了 那今天咱们讲哪段打仗故事 今天啊 咱们要讲这通天河大战 那个时候我知道啊 这通天河大战嘛 不就是这个孙悟空 朱伯介和这个吕玉京 打起来了吗 哎不是 这西游记里边 到底这通天河 说的是不是今天青海 这个通天河呀 我不知道 可是呢 显然当年的这条河 人家有本地名字 叫什么呢 叫做穆鲁斯乌苏 哎 这是大清朝啊 和这个准戈尔韩国 在青海打的这么一场仗 那咱们要想把这场仗讲清楚啊 那咱们得往前倒两笔 哎 得往前扑扑 这康熙皇帝呀 在北京城 他时刻关注着西北 时刻就关注着这准戈尔韩国入侵拉萨 那为什么大清的朝廷他没伸手呢 其一呀 这康熙皇帝也闹不懂 到底这帮准戈尔韩国人 也就是啊 这大侧林敦多布 领着这六千呢 厄鲁鲁特骑兵翻越了昆仑山 穿越了枪唐无人区 来到这个西藏到底是什么目的 要说起来啊 准戈尔韩国这群人呢 打得这个迷魂掌太好了 他们放出了很多烟雾啊 哪一个都像是真的 他们说呀 是为了保护这个俄妇和公主 回到这个拉萨来宿亲 那对呀 这准干涵韩国的俄副 也就是驸马爷呀 那是这个和说特韩国拉藏韩的长泽 人家回拉萨总不能不派兵保护吧 那尽管这六千人呢是多了点 那么就因为这个大清朝就派兵进了西藏了 那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还有一个责任呢 就赖拉藏韩了 这拉藏韩怎么呢 他呀小心眼 他怕这个把这个大清国的兵招来呀 驱准宝藏啊 然后呢这八旗兵就不走了 占领了拉萨以后啊 自己呀还是一个傀儡王 所以他才发现呢 这大测灵敦诺布带人是来打仗 是来吞并这个和说特韩国的时候 他给这个康熙皇帝的信里边啊 说的含糊其词 并没请求康熙皇帝派兵入葬 那这大清的朝廷就为难了 你不请我我就派兵入葬的话 那这出师无名 所以说也没派兵 这康熙皇帝以及满朝文武大臣呢 就只好商议好 让青海一方 以及南边的四川大清的属地的将军们 都做好战斗准备 时刻防范 并且要监视藏区的动向 那这里边呢 这圣主康熙皇帝呀 他自己有个小心思 这皇上想啊 这个拉藏韩呢 不置为那么的呱 让那个准杆韩国六千人 入境之后就把政权颠覆了 那实际上这皇上算计错了 没有六千人 这大测灵敦多布啊 带着这六千人过枪塘无人区的时候啊 就损失了三千 也就是说这准杆韩国呀 就有三千士兵来到了西藏 就打败了河州的韩国保卫拉萨 保卫西藏的士兵 结果呢 国也亡了 这亡也死了 到了这个康熙五十七年的正月的时候 那年应该是公历的一七一八年 这康熙皇帝得到了一封奏报 是谁呢 是这个侍卫厄伦特呀 和这个侍卫阿基图 转来的拉藏韩的一封信 这封信里边写的内容啊 跟前一封不一样了 意思是让康熙皇帝赶紧派兵 这信上的说呀 这臣呢 受这个圣主鸿恩多年 不想啊 这凑阿拉不谈 我呀这个姐夫 发来这个大兵六千呢 与我这个土木特兵交战数月 所以并无胜负 这句话呀 纯属是吹牛 因为后边紧接着就写着呀 那臣我现在已经啊 躲进这个布达拉宫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呀 这兵太少了 所以说呀 我们躲进布达拉宫啊 是这个暂时的权宜之计 我觉得现在呀 是最危机的时刻了 您想想啊 要是这前后葬啊 都被这个厄鲁特人 被这个准干 韩国人占了些 那这个皇教就覆灭了 所以说呀 我们请求大皇上圣主 速发兵 并青海之兵 寄负侧侧应 哎 我估计呀 这信的背后 应该是沾满了鸡毛啊 从这封信里呀 我们就能读出以下几点 首先说这军情啊 已经非常危机了 这拉藏汗呢 已经被围在这个布达拉宫里边了 其次呢 哎 这个拉藏汗呢 告诉康熙皇帝 我们要一死这藏地一丢 皇教就完了 那他是说他一死 这皇教就真的完了吗 实际不是 他是告诉康熙皇帝 我要一死这藏地一丢啊 那听您话的皇教就完了 那准个二韩国控制了格鲁派 也就是皇教啊 那么他们就会扶持那个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家措的准世灵同 坐床主政 那这准个二韩国对这个达赖喇嘛 就有拥立之功 到时候啊 他们就不听您天朝大皇上的了 他们就听这个准个二韩国大喊的了 那这里边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请求这个康熙皇帝啊 赶紧派兵 并且得叫上青海诸王公 您瞧没有 他拉他的兄弟伯父们打仗啊 都得让这个大清国下旨 所以说您可想而知 何硕特韩国诸王公 和这个大韩之间的关系 有多么的臭 对喽 不团结呢 就挨揍 康熙皇帝看完信之后啊 觉得这回不出兵真是不行了 这西北本来就是肘叶之患 现在的达赖喇嘛呀 基本上还是听大清国的号令 如果说被准个二韩国控制了以后啊 那这何硕特韩国 这只在西北大清朝有生力量就没了 这达赖喇嘛 如果在从中一山户 其他的蒙古王公啊 那心肯定也会长得毛毛草 那咱们在这呢 还得交代一下 这大清朝啊 也并不是很着急 因为啊 他们觉得拉藏韩呢 还能再坚持几天 于是呢 这康熙皇帝就一方面着手啊 调四川以及这西安之兵 增援青海 另一方面呢 给这青海和朔特部的管事亲王下旨 让他们也集结部队 配合八七兵的行动 最好啊 能够先出兵 因为你们进呢 先出兵进藏啊 先支援一下拉藏海 这康熙皇帝知道啊 自己啊 新封的两位青海管事王爷 一位呢 是卢不藏丹精啊 一位是查汉丹精 那他想啊 他把这刀圣旨发到这青海之后 这两个人必然有动作 可他就不知道了 青海和朔特部 两路的王爷们呢 和这个准盖尔韩国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咱们就说这查汉丹精吧 查汉丹精呢 有个弟弟 他弟弟的名字叫根特尔 这根特尔的媳妇是谁啊 就是这康熙皇帝当年 向和朔特部索要的 嘎尔丹的长女 不但如此啊 这查汉丹精呢 他的上门女婿 阿拉布坦格勒布衣啊 还有他手下的几位太姐 那本身就是准盖尔人 这康熙皇帝还不知道 就在前些日子呀 这查汉丹精在礼堂的总管 还秘密的和准盖尔韩国人 有着书信的往来 再加上啊 这和朔特部青海诸王公 历来就和这韩国的大韩部和 所以让他们出兵啊 磨磨蹭蹭 总是找各种理由啊 往后拖 其实听过咱们前文书 咱们书馆的自己的听户们呢 咱们都知道 这会儿大清国呀 完全就该再犹豫了 这康熙皇帝 收到拉藏汗 这封救援信的时候 实际上拉藏汗 已经死了四个月了 那还有一件事啊 也办住了这康熙皇帝 用兵青海 进军西藏的脚步 那这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传言 这个咱们前文书开头说说过 就是那个传言 这侧往阿拉布坦呢 要带着自己的家乡 来到拉萨 要把准戈尔汗国的都城啊 搬到拉萨 那这康熙皇帝呢 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一旦这侧往阿拉布坦 也是离开伊犁河谷啊 就派一只偏尸 攻打伊犁河谷 这样从后边就断了 准戈尔汗国的后路 所以说在那边啊 还得紧盯着点 那这么一来啊 就到了第二年的四五月了 这藏区的真实情况 逐渐的也都汇报到了北京 康熙皇帝也明白了 拉藏汗死了 准戈尔汗国亡了 大侧陵敦都部 虽然不敢轻易的 往青海 以及康藏地区进兵 但是啊 已然把这前后藏啊 几乎都占领了 那么说这仗说打就打吗 当然不是 怎么着 也得有个领兵的将军呢 这康熙皇帝啊 对这个领兵的将军 早就有人选了 谁呀 都统色棱 并且这康熙皇帝啊 给这个色棱啊 准备了两千六百多精兵 有人说不多呀 不多呀 可是他精 这里边有西安满兵六百 总督标兵四百 西安总兵官的标兵四百四 梁州总兵标兵五百 另外加上啊 这吐司杨乌松 还有这个吐司鲁华林 各领着三百吐司兵 可谓是精锐中的精锐啊 那为什么不是大兵压境呢 哎 这个派兵啊 是有讲究的 你派多少兵啊 你后边的粮草 补给得能跟得上 这大军好派啊 这粮草难行 所以说呢 这大将军带多少兵啊 是有讲究的 并不是嘟嘟易善 上了前线 兵马 没粮 没草 一旦滑遍啊 那可比敌军厉害多了 所以说呢 这色棱啊 带着这两千六百多人呢 算是兵强马壮 粮草充足 并且呢 这康熙皇帝 这会儿也得到奏报了 准杆尔兵啊 现在呀 还不足四千 那新招募的藏兵呢 也是离心离德 没有什么战斗力 而且呀 这只是一支部队 这康熙皇帝 还准备了一支侧营部队 那这侧营部队 由谁带领呢 这侧营部队呀 算是北陆军 这北陆军呢 由这个西安将军 厄伦特带领 大概齐呀 和这个色棱带的兵啊 人数上差不多 那这康熙皇帝呢 认为这已经足够了 准杆尔兵啊 不到四千 我这儿呢 有这个五六千人的人马呀 完全呢 也就能应付了 一切的人马调动 都妥当之后啊 这眼看着青藏高原 就要有一场恶战 还是那句话 咱们说说啊 不怕泄底 我跟您说吧 这场仗啊 这大清国输了 输了一个干干净净 至于怎么个干干净净啊 咱们后文书还会交代 我这儿啊 就可以告诉您 这句青史稿所在呀 从这场战争 生还下来的人 回来呀 向朝经奏报 只有一句话 君自称为首 互相让 导致不睦 那这话是说谁呢呀 那这当然是说呀 这南陆军和北陆军的 两位领兵将军 一位呢 就是都统色棱 还有一位呀 就是西安将军 厄伦特 那么这场败仗是怎么打的 后来到底死了多少清兵 咱们明天接着聊 黄豆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